记者沈泰瑶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比利推立法院 南港平盖工厂换的案 因议会表决未过胎死腹中 但今天21日传出 市府在过年前悄悄和中央达成共识 采用权力互换的方式 交换立法院南平两块土地的管理权 消息一出引发是议会不满 认为科批不尊重议会 规避议会监督 简直习近平作为 行政院长赖清德与柯文哲 今天下午共同主持中央地方业务座谈会议 会后受访时被问及会中有没有谈到换的案 柯批起先说 那是跟立法院的事情 跟行政院无关 现场媒体质疑 权力互换是向行政院申请 柯批纠正媒体说 这叫互为无偿拨用 没有正面回应 对于议员批评柯市府规避议会监督 柯文哲海冤称完全依照议会规定 北市府是依法行政不可能犯法 他还说就是因为尊重议会 去年才会要求换地议会反对 才退而求其次 并二度说北市府完全就是按照议会的意见在做 长期关注换的案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周伯雅痛批 换的案去年已被议会否决 还下附带决议 按理说市府要这么做 也应送报告之议会被查 如今连议会程序都不走 完全违背民主原则 反民主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越来越相近 柯文哲文言忍不住吼了一声指自己又 不能无限期连任 哪有什么习近平反击现在开始在练笑话了吗 至于是否担心破坏附会关系 柯屁说不会啦 我的附会关系一向很好 因为最近都不会乱讲话 明天都不会乱록 如果此再说 韩戈决就不会乱说 必须小博文革 我先进行 想看